那么最后还是最爱的是孩子吧 我就看看孩子的身体和学习和未来 我就告诉你啊 就你这个人啊 我就讲你几句吧 先讲你几句吧 你这个人啊 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运程好 年纪大的时候运程就走差了 听得懂吗 而且你要特别当心啊 你内心和外心都是不一样的 你内心非常忧虑啊 孤独啊 但是你外表呢是给人家一种非常阳光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学佛之后啊 是啊 我觉得 里外要一样 否则会伤你的内心 对 没错的 我是应该要opener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女人很能干 但是呢要学会呢 慢慢的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做人 有时候不要伤害自己太深 为了别人伤害自己也不好啊 是啊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人就是情愿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人啊 对不对啊 以后要学会放松了 对啊 但是台长告诉你呢 人家对你好 你对人家好得不得了 人家对你不好 你表面上哎呀 没关系了 我心里也生气了 记得 记得 听得懂吗 我全知道 明白了吗 看看你孩子吧 赶快讲吧 我孩子是2008年鼠鼠的 现在10岁 2008年鼠老鼠是吧 男的女的 男孩 他可以啊 他挺聪明的 很聪明啊 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贪玩啊 是的 非常贪玩 喜欢玩游戏啊 玩玩具啊 都喜欢 但是他学习还没落下来 没有 很好 那就好 你们家也没什么大问题 好吧 太谢谢了